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為何我現在會這樣進行博物呢 因為我小時候 其實是得到很多人的幫助 我自己真的有很多利益 但我覺得現在在我的舞台上 我都很希望能夠幫到需要幫助的人 特別是教育、我們這些問題上面 我非常相信 所以我希望能夠用我的技術 用我的才華幫到更多的人 做英文的這套路是很長的 你不能太遠 現在的可不可以溫習的 因為這個不是我 即刻可以看到的東西 你自己慢慢慢慢成熟了 然後呢 你的音樂的能力就多了 所以一定要長期間的 要是為了即刻溫習的話 是很辛苦一件事情 其實很多因為沒有繼續學習 因為我覺得都是 不是真正的 愛音樂 我親身看到 現在香港很多很多小孩 差不多從國外回來 其實就像我說 很多音樂家 你問我 是不是很開心 有不同的程度 他們是不是做跟他喜歡的 也很重要 其實作為 作為 做音樂、溫習 不是一件難的事情 但是最主要 他們是不是做跟他喜歡做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 覺得他自己是獨奏家 要獨奏家 但是他拉著我隊 可能也不太開心 很多人 所以他希望能夠演出機會 但是他沒有 在教書 他也不太開心 所以我希望能夠提供平台 讓年輕的 剛好合作回來的小弟 給他機會 讓他教書 因為同時他都有機會 演出 慢慢能夠做他自己喜歡的事 其實我在我的計劃當中 我們還開學校 沒有那個人 在我計劃當中 人生計劃當中 沒有的 但我這個人 要作業呢 就會全情投入 那麼已經開走了 那麼我就學習了 其實安開師 都很辛苦的 因為我對管理的 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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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點都不懂的 那麼慢慢學 安開師其實為了 stuffing how to train stuffing 怎樣教stuffing 跟學生 跟家長交流 都很多很多很多事 其實每個學生都不同的嘛 你不可以用一種方法來教他 那我自己都在學習 跟那個高學當中慢慢學習 我最主要還喜歡 自己要投入 那樣呢 你就知道 這個方法不合 孩子你就改做其他方法 try 是很多不同方法 那你就知道 原來這個學生 可能你怎麼樣 搞法還合 其他學生 可能用其他方法合 因為每個人的 我們說接受能力 acceptance不同的嘛 所以你真的要想很多東西 以前呢 我想我自己多一點 哎呀 我再拉好就好了 現在就要想 怎樣可以讓小孩子 能懂你這什麼東西 然後最快的東西 幫他做到 我要他做事 那我叫Jonathan 我今年16歲 就在遙讀斯路 都跟了他八年 零四年開始 就一直跟到現在 一開始就是大師班 一個月就跟他上一次課 可能看看技術或音樂方面 有什麼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他就會… 在那段時間就會跟我說 我叫Camille 今年19歲 如果說我跟老師 我也應該跟了大約10年 最初跟老師 是因為老師當時的工作室 就新開了 他搞了一個去上海 一個暑假的旅程 我當時父母就覺得 我這麼小 沒什麼可以出現拉琴的機會 媽媽就覺得很難得的機會 於是就讓我來這裡試試 試音之後 試音就收了 過了那個旅程之後 就一直在老師學琴 我以前覺得跟老師學琴就是學琴 就是拉琴就是拉琴,練琴就是練琴 沒甚麼想在音樂方面做甚麼 但是我可以… 這幾年後我看到姚老師 其實他做每件事 特別在音樂方面 他做每件事都很認真 他可能不直接影響到我 就是做每件事都很認真 音樂這件事不只是練琴 不只是鎖自己的房間 就這樣練琴 也要出去跟別人溝通 也有很多人與別人之間 有很多事情要做 音樂不只是一件個人的事情 很多時候 你要跟一些不太合作的人 去做一件事 但你還是要堅持跟別人做 因為最後你想一個很好的效果 我們一定要很認真地對待這件事 我記得有一次比賽 他不是真的罵我哭 但我記得他跟… 我在星期一比賽 星期六打算上課,最後一課 就打算沒問題 之後我上課的時候 老師只給了一句留言 我說一點也不行 那天比賽早上要再來上課 之後就下課了 我那一刻覺得很難受 因為已經覺得… 也就是比賽 其實也沒有需要這樣打擊我的自信心 因為我本身壓力已經很大 之後就覺得有點不開心 但就是因為老師那份煙田執照 所以最後我在那個比賽 是贏了獎 我到現在想起來 就會覺得當時自己不懂事 其實沒有練好琴 或者沒有… 老師有很多事情 可能已經重複說了很多次 我又沒有好好用心記住 自己做不到 反而就掛老師在比賽前打擊我自信 其實老師是為了整件事好 所以現在就很感謝老師 其實我自己也學會這樣 因為我要他做一件事 他做不到的話 然後我在浩漫才明白我做什麼 我自己要找個方法 說明我可能不是這麼好 我要問他 為什麼他不懂我做什麼 可能我會問他 可能是其他的方法 告訴他 他更快接受到我要做什麼 所以每次高校生 我自己都會有很多事情 反而我可能都會想 今天怎麼樣 他有沒有get get what I'm talking about get我要什麼 要不成功的話 孩子我應該怎樣 change我的method 能夠讓學生 明白 what I'm talking about 沒問題 是否有經驗生的 是否有經驗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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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 我是經驗生態 我自己是非常幸運的男生 我得到很多很多人的幫助 但要我離開了四個人 我覺得… 我爸爸,我两个老师, Zava Malikim和Dilay, 现在我港和我先生, 我老公和我生命里面 最重要的是一个人, 第一个我爸爸, 我觉得他还培养了我的habit, 我的人生观, 我所有人生需要的事, 他都帮我筛作, very good start, Zava Malikim, 我16岁回到美国, 我成长的过程, 我思想当中, 怎么样做一个 是worth, while person, 我从他过来很多很多年, 他都是非常重要, 在我violin那里, 非常重要的教育老师, 为什么离开呢, 他都是我小太区老师, 我觉得他能让我理解到, 更深的, violin是什么, 其实很多时间, 到我学到violin, 到离开以前, 我其实只是, follow给我老师, 我们是自己认识的, 老师说我怎么演, 我又怎么演, 到delay那里, Julia的跟delay那里, 我真正知道violin是什么情况, how to do it, 我自己真正掌握到了, 但这个还我violin的道路上面的, 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让我今天能够成为演奏家, 老公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 现在到了香港以后, 让我接触到, 很多不同范围的业, 其实刚刚开始, 我终于, 依在我老公旁边, 希望他能够帮我搞个问题, 但他不帮我搞个问题, 他推我出去, 其实在身份开始, 但是现在, 回来, 能够呢, 他让我在这个15年, 15年里面香港, 好多, 好多好多业, 让我能够自己懂了, 让我自己能够, 在另一个, 除了violin, music以外, 都能够发挥到我自己的才华, 好多业, 其实在过程当中, 还帮到我拉扯的, 因为我思想成熟了, 我人也多做了, 怎么样呢, 我在处理音乐方面, 就更加细腻了, 所以我, 我有今天这样一个, personality, 以干的personality, 我多谢我老公, 在这15年里面, 让我push我出去, 作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